我跟我婆住在一起13年 基本上我婆是那種 我婆是那個水座的雙魚座 那是什麼意思 她很容易 她很容易就受到刺激 就很容易哭這樣 飆淚嗎 我跟她在一起 我們住在一起13年 她第一年搬到我家來 就 就是她搬過來跟我住 幫我照顧小孩 第一年就被我弄哭 然後今年就 妳把婆婆弄哭 還是婆婆把妳弄哭 妳把婆婆 妳這個惡媳婦 所以妳是惡媳婦嗎 對啊 然後去年就把她弄哭 她講的理所當然 沒有啦 我不是惡媳婦 但是 其實我覺得摩擦難免 像去年我們之間 最大的衝突點就在於 因為我婆婆她 我婆婆很年輕 我婆婆才 今年才65不到 對 那她那時候前幾年的時候 她都一直騎摩托車 自己出門就騎摩托車 去買菜啊 然後什麼的 所以呢 然後以前就是她比較年輕 就是怎麼講 就是剛跟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 她常常就幫我騎摩托車 送小孩上學 或者接小孩回家 那之前我們都是這樣 這樣子做很正常 可是前幾年 我婆婆過60歲之後 身體比較差 然後她就 在那個騎摩托車的時候 因為下雨嘛 就滑倒 在家裡滑倒一次 老人家最討厭就是她 然後她有很嚴重的骨質疏鬆 所以呢 一滑倒之後 她第一個她那個手臂 就開始就 對 就是肌肉裂傷 然後去年連撞到那個床邊的 那個椅子的背啊 就把肋骨撞斷 對 所以我就很害怕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要求她 不要再騎摩托車 對 那因為我們社區有社區巴士 什麼 可是我婆婆就不聽話 知道啦 人家就是不聽話 她就每天都還是騎摩托車 沒有 社區巴士 畢竟不方便 你要去配合她的時間 什麼不是你想走那種 可是因為我覺得 騎摩托車就危險 然後我就千方百姓 跟她講了很多次 三分兩次說 不要再騎摩托車 她就不聽 然後呢 她自己騎摩托車就罷了 她要載我們家兩個小的 然後有一次就 她每次講就跟她說 妳不要載她們 她們都大了 她們自己可以下山去坐公車 或自己走路回家 不要載她們 然後我婆婆就是不聽 結果後來呢 那一次衝突點就是在於說 那一次是我女兒的家教 我就是到家裡來上課 然後我婆婆居然就自告奮勇 載她下山 我就很生氣 因為 妳自己騎摩托車會危險 妳就罷了妳就載了一個客人 然後載下山 然後妳知道我們家是住山上 所以一路下沖 對 我就覺得很危險 所以我那一天就很生氣 我就跟她說 那天剛好我 就她載她的時候我不載這樣 就隔個禮拜老師跟我說 那天阿嬤載我下山 你們叫阿嬤騎車 她就覺得有點可怕這樣 然後我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回去之後 我就跟她說 我說媽 我不是跟妳講過很多次 不要載人 等一下妳是跟她吼的 沒有 我就這樣講 我就說媽 我跟妳講過很多次 我不是跟妳說 妳不要再騎摩托車了 妳是這個音樂 妳要騎嗎 對 就是這樣 我就這樣講 對 我就說妳就是要騎 妳就自己騎 我管不著妳 妳不要載人家 妳不要載我們家客人 妳不要載我們家小孩 我說載出事了妳要負責嗎 我就真的生氣 對 然後我婆婆就哭了 然後她就 妳婆婆老了 妳們都不要我了 她真的這麼傷心 妳婆婆怎麼像楊婆婆啊 然後她就說 我老了妳們都不要我了 我就越來越沒有用 妳連騎摩托車都不讓我騎 怎樣怎樣怎樣 就開始哭就很傷心 我告訴妳 將來有一天妳騎摩托車 帶妳兒子的兒子的時候 妳兒子的媳婦也跟妳講說 我叫妳不要騎摩托車一次 怎麼搞的 我叫妳不要送我家的客人 不要送了妳又怎麼樣 妳會怎麼樣 我覺得老人家真的 就是她會沒有辦法接受說 我們已經 就是她年紀大了 有些事情我們不需要 其實妳知道 我常常回家跟我爸媽吃飯的時候 會跟我爸吵架 因為她年紀那麼大了 吃完飯她會搶著去洗碗 我說妳就放在那邊 我們會洗嘛 她死都不肯 她後來就會講說 我現在還做得動 妳讓我做 不然我會覺得我是個廢料 這樣幾次之後 我開始了解 她真的這樣想 妳去洗 妳高興妳去 沒有 後來我就跟我婆婆講 後來那次講完 她哭了嘛 她哭得很厲害 後來我一下到想說 怎麼這麼傷心這樣 後來就跟她花了大概 一個小時的時間 一直跟她講 我就說媽 妳在家裡 妳就算什麼都不做 妳還是我們家的奶奶阿嬤 對不對 妳是我們家最重要的人 不會因為妳做多 做少 而有所改變 我說這一輩子 我們也不會把她趕出去 妳不用擔心這件事情 因為我婆婆是那種很認真的人 她就覺得說 她不做這些事情 好像對這個家沒有貢獻 妳知道嗎 對 所以就常常會有這樣的衝突 比如說 她會爬很高的地方 就換電燈泡 我就會罵她 下來 不是 我就說 拜託妳不要再做這些事情 好可怕 對 所以我常常就因為這樣子 當然看起來好像我很大聲 有時候對她好像不太禮貌 可是事實上 我們骨子裡也是為了她好 好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安儀家 安儀她們家是 她不但是掌席 也是那個唯一席 她們家只有一席 老師妳們家幾席 我跟妳講 我家也是兩席 我家兩席 一席 一個媳婦 但是我要先控告妳 妳剛剛為什麼可以這樣欺負我們老人家 哪有哪敢 有啦 我跟她活活年紀差一點點 不要講出來 重點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她是好意 可是她講話的方式 就傷了我們老人家的心 妳講的時候 媽 我好疼妳喔 搭個膠這樣子 軟一點 妳不知道我們現在做婆婆的 壓力好大 因為又要討好婆婆 又要討好親家母 親家婦 那很多事情要做的 而且現在很多的掌席問題在哪裡 傳統裡面都認為 什麼事都是她該做 譬如說掃墓 拜拜 帶老人家的醫院 年紀大了還要照顧我 我就看到那個 六七十歲的媳婦掌媳 再帶那個九十幾歲的公婆 日子是很難過 大家都認為應該是妳的責任 因為我們大家都講說 掌胸如婦 沒有聽過掌姐如母 都是掌媳如母 她當然應該要操持整個家庭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這個 周雅婷提到她是掌媳 然後她的壓力 我們可以理解 但我們不認同她做事的方法 因為她可能會覺得說 我是大媳婦 什麼事都我做 可是公婆妳卻比較疼小的 所以這個中間有很多家庭的誤會 我常勸很多掌媳 不要這樣想 舉個例子 有一個在中南部的這個媳婦 那天就這樣 掌媳嗎 對 她掌媳 過年她煮得很細小 很一大一桌菜 很豐盛 很開心 她就如往常 坐在她婆婆旁邊的位子 那個是她的位子 免夜飯的位子 在婆婆旁邊 有一個大位子 結果沒想到 那一年她小淑結婚 然後 新的型格進來了 小淑 來啊 結果她婆婆講 阿修 妳坐過去 妳坐過去 我怎麼來坐這裡 這下她整個崩潰了 要是我高興死了 我才不要坐在婆婆旁邊吃飯 趕快閃得越遠越好 可是妳要知道 一整桌坐下去 那個掌媳的位子 就是一個認定 一個尊敬 妳家裡的地位被取代了 這個意思 對 可能是給那個新的型服 做一個人情 新人嗎 迎新 這個就是婆婆做錯事的地方了 沒錯 妳掌媳要 妳還是要尊重 這一點我覺得 妳要讓我講話 媳婦 妳要讓我講話 這個頭很難看的 妳媳婦應該不好當 對 因為長幼要有序 很多的家裡就是 那個順序位置都弄亂了 無所謂或者沒注意到 沒想到有人心思比較細一點 她就求婚了 她太辛苦 尤其其他的人講話 可能比較痠 妳比較早 不要跟我們沾沾 不要怎麼樣 所以走裡之間 真的是要怎麼相處 是很不容易的 除非這個婆婆 很有智慧 要很有智慧 要懂得說來 謝謝兩位媳婦 今天拜拜你們做這麼多 有人洗碗 有人做菜 有人讀粿 有人讀粿 很感恩 要會講 老師 妳是國際演講家 所以妳這麼會講 都是每個婆婆都好好講 我也是後來才學到的 一開始也是不懂要講這些 慢慢慢慢才知道 這個走裡的相處很微妙 走裡的相處 其實很大一部分 婆婆要來當問華寫師 不然大家心結就出來 對不對 我剛剛是要講說 我婆婆就是這一點她做得很好 比如說我兩個小姑 我婆婆是規定 其實我跟我小姑幾乎同合 很好 就是她幾個月大而已 但是我婆規定 她們不可以叫我的名字 一定要叫大嫂 真的嗎 我兩個小姑到我們家裡 都是嫂啊嫂 嫂長嫂短 她們不敢叫我的名字 是婆婆規定 所以夾在中的這些男人 要懂事一點 太多男人就是不懂事 婆婆來跟我講 譬如說我是男人 婆婆來說妳媳婦怎麼樣 我通常做男人都會說 我才跟她說 我跟妳說媽媽說妳不對喔 這完了 不能講 兩邊站我 兩個女人的戰爭就挑起來了 一定要到此為止說媽 抱歉 對 娶得不對 不是...不能這樣講 媽是有一個媳婦可以再換了 我生妳養妳 我還難產耶當妳 媽 我也正想換一個男的 好 開玩笑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安撫她 安定她 停 到此為止 媳婦 太太如來講什麼 我們也是要說 不好意思 媽媽就這樣 年紀大了 不要跟她 妳想太多了 我們所有做媳婦 最討厭老公講一句話 妳想太多了 沒有 我都跟我老公講說 媽跟你講什麼 我老公反過來說 我跟你說 我說不要告訴我 我不要聽 所以現在 如果一個家庭要和樂 有些事要隨時能夠約著大家 吃飯聚餐 把關係弄好 有些什麼事拿出來公開討論 然後造成大家有好關係 就會減少這些誤會 所以妳多年媳婦熬成婆 然後現在是個好婆婆這樣 有機會了 我應該算是好婆婆 我也是悔改而變成好婆婆 妳不知道現在婆婆不好當 因為妳要怎麼樣 讓媳婦很開心快樂 因為現在的媳婦 婆婆要去顧到媳婦 有沒有開心快樂 而且老師的上一輩是被欺負的 對 上一輩變成兒子到在媳婦手裡 媳婦要是好婆婆才有好日子 社會在變遷 所以婆婆的角色正在彈性應變中 要四相一點 以前媳婦要四相一點 現在婆婆要四相一點 薇薇安 哪幾個星座的女性 最容易討好公婆 我先講 肯定沒有我牡羊座跟羅姐獅子座 對 沒錯 我猜應該沒有 真的沒有牡羊座跟羅姐獅子座 妳是不要想 但是有的人就特別會討好 會討好真的加分很多 第三名 比如說像天蠍座的人 我是天蠍座 妳是這種 我是天蠍座 妳是說陳安怡很會討好婆婆 我婆婆很喜歡我 沒有 我婆婆都說 如果我跟我老公離婚 她要跟我住 對啊 天蠍座的特色是她會小以大於 比如說像剛剛安怡就說 因為婆婆我顧念妳的身體狀況 可是牡羊庚是會直接就衝口而出 那個話可能就不是那麼好的 而且 我們都是為了她好 我要說一句 我真的很三八話 以前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他們家有三兄弟 她媽媽就一直很想我跟她結婚 然後將來要跟我住 我就說 媽 妳這個樣子還要跟我住 那我才不要嫁給妳兒子 妳要這麼急嗎 妳是要這樣子嗎 對 而且天蠍座厲害的是說 她會擅長洗腦 譬如說 她希望婆婆改變她的生活方式 那她就會先依附著她 陽奉陰偉 然後過一年兩年 然後慢慢給她看一些 報廊雜誌的報導 然後慢慢幫她洗腦 所以天蠍座很會做這種 洗腦的動作 所以這一點基本上 她不會第一時間頂撞婆婆婆 其實講得好一點就是 她是有方法的 她是有方法的 比如說她要搬出去住 她也不會大吵到那 就是慢慢用很多的理由 因為小孩大了要換房子什麼的 然後就慢慢搬出去了 那再來第二名很厲害的 就是雙魚座 雙魚座 雙魚座是屬於採取低姿態的 也就是說她會 婆婆說什麼她不頂嘴 然後看起來好像就默默接受 不管心裡怎麼想 她都是不講話 就是很虛偽的意思嗎 就是很順從 對 表面的順從 婆婆說什麼她就做什麼 然後過後再跟老公告狀 但是她的表面是順從的 能夠做到順從不頂嘴 就是虛偽嗎 也很大就對了 對啊 但更厲害的狠角色就是天秤座 天秤座 這個是除了虛偽之外 她還會講甜言蜜語的 就說婆婆妳真的好棒 大家出去都說 我們兩個是姐妹耶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好姐妹 婆婆看起來好年輕喔 我就把婆婆當自己的媽媽 嘴巴可甜了 然後什麼的 就是會把媽媽長 媽媽短都叫在口裡 最重要是天秤座的媳婦 特別會送禮物 送小禮物請吃飯 看婆婆喜歡什麼 買什麼漂亮的衣服給她 讓婆婆出去可以說 妳看這個表是我媳婦送的 所以這三個真的 臉上有光 就有占到一部分的便宜了 好 我們剛剛聽到那麼多 這個薇薇安有講 這個最會討公公婆婆歡欣的星座 但是其實妳光搞定公婆還不行 對 軸離 妳看這一次這個大伯母 在奶粉裡面加鹽巴的這個新聞 就是因為軸離關係 她說妳怎麼比較疼她的小孩 不疼我的小孩 而且前兩天還有一個 大陸也有喔 也是一個伯母 他是把自己軸離的 四個月大的小男嬰給殺了之後 丟到洗衣機裡面 一個廢棄的洗衣機 像說嚇死人了 老師 軸離之間 妳應該也聽過有多不知吧 這種為什麼會有軸離的一些問題 往前再延伸一下是 他兄弟當年自己家 可能就有一些 爸爸媽媽疼這個不疼那個之類的 各自結婚以後就床邊語言就多了 可能就會造成很多的誤會 對 我講一個例子 有一個長媳 她就是又難過又生氣又委屈 因為她燒菜燒得太好吃了 她是白天要上班的 兩個兒子都在幼稚園念書 下了課回到家 她把兩個小孩帶回來 她就開始煮晚餐 她婆婆就說我來這裡吃飯 我哪裡住在附近 所以我來這裡吃飯 她想那要多煮一點 來了 又婆婆又打電話說 那個叫小淑跟小淑的太太小淑 兩個國中 他們小淑比較早結婚 所以國中生的兒子 都回家吃 妳比較熱烈 都比較熱烈 菜前師傅 我跟你講 她說 這個長媳跟我講說 我一邊煮飯 一邊掉眼淚 我吃到那麼多菜 我自己都沒胃口吃 就是妳們為什麼這麼多人 要帶我家吃飯 就是啊 對啊 就是這個婆婆認為說 妳資料比較好吃 我來妳家吃 吃完飯以後 大家磨磨嘴巴 就要準備走 下次不要再來了 大嫂 不是 大嫂 這個小淑的這個太太小沈 她會說 我來幫妳稍微 這個婆婆講 不用不用 我在來稍微 請問到時候誰洗 也是 長媳 因為看長媳洗完 妳不好意思 所以她洗 她說她累到每天想到要煮飯 就啊 好可怕 很擔心 所以這個就是說 走裡有時候 妹妹咬咬沒有抓對 像那個小水 我的天啊 我以為住在一起 才會這樣子 沒有住在一起 到旁邊來妳要腳後 因為婆婆是認為說 妳煮的好吃 我們來吃 我是看中妳 可是她沒有體諒到 這個早期她要上班 她要工作 很累 很累耶 而且其實像我們上班 妳下班回去 突然來幾個人要來吃飯 那是有壓力的 對… 她照顧一家子人 我們隨便隨時人家說 我來人家吃飯 妳不要來… 妳不要來… 而且我覺得 媽媽都有一個同樣的毛病 像我大哥剛剛娶我大嫂的時候 她也是 我大嫂也是每次燒飯 弄完了以後 我說那我不好意思 我去洗個碗 女孩子沒結婚了 不用洗 就在我大嫂面前這樣講 我覺得每個媽都一樣 搞不好我做的婆婆我還更可怕 我看妳那臉色是滿小的 所以簡單一個結論就是說 軸禮之間要和好相處 彼此要做好朋友 雖然彼此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也要為了整個家族 你們關係好 妳的子子孫孫都好 家和才萬事新 一定要這樣做的 其實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扯到 接下來的主角 我們說你把軸禮關係搞好 你把婆媳給馬好 還不如才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就先喜歡你 這事情已經先解決一半了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到了 王力宏她的閃婚 說這個新娘子 三天以前沒有人知道她是誰 現在三天以後 港台 中港台 全部都曉得這人是誰 我看華人世界都知道了 華人世界全部都知道了